我一直想拍一个这个美国的冰淇淋视频 因为我特别爱吃冰淇淋 但是我老是买不全所有的味儿 然后就是一直买一直偷吃 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再不拍的话 听想起来这些又会被我偷吃光了 然后有一些已经是空壳了 你听 但是没关系 今天就把这个冰淇淋视频录了吧 哎呀 这就是我现在家里的全部冰淇淋了 冰淇淋大测评吧 其实也不算是测评吧 就是记录一下我吃的冰淇淋 因为毕竟也是挺美好的一个回忆 我先从我最喜欢的开始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这个Bender Netflix的这个冰淇淋 这个的话评论就是非常两极分化 因为它是甜甜又咸咸的 有Prizzle就是有那种碱水解饼干 然后还有巧克力和布朗尼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非常的两极分化 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就吃完了 我今天想去买 结果没买着 好就我下次给大家录一下这个这个里头的样子 草莓 芝士蛋糕的这个里面是有芝士蛋糕的饼干底的 所以真的很好吃 所以这个也快吃完了 就是那种不是草莓三斤的草莓的 我本来不是很喜欢吃草莓的东西 虽然我这买了一个啊 但我这还没吃过呢 但是这个的话就让我很惊喜 草莓的这个经典的布朗尼的这个 其实对我来说有点甜了 所以我虽然现在吃完了 但是它不是我很喜欢的 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吃完 然后桶里的就是这个 这个一半一半的 这可以看里面是有那种块的 它是混着巧克力冰淇淋和那个香草冰淇淋的 然后它里面其实会有一些这种 这种饼干 但是我不会很喜欢吃它的这个 cookie也没有太多砂糖了 所以我都把它剩下来了 但它里面的布朗尼很好吃 可以看到里面有那个黑黑的 那个就是布朗尼 它吃起来就很有屌头 就是吃着它们家特别火的奶茶味冰淇淋 里面是有就是珍珠的 就是它的这个珍珠是那种QQ的 不是那种很死硬的冻的 然后也很有奶茶味的 但是我不是泰国奶茶那种味 所以这个我已经吃了两三期了没吃完 这个的话是比较火的这种减脂冰淇淋 像其他的冰淇淋 可能这一罐就要1000多卡 这个的话一罐才300多卡 所以这个相当于三分之一 这是花生味的 但是这个口感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太松了 氛气感很强 像在吃泡沫一样 所以我这个也是一般般 这个的话是很火的 这个开心果味的冰淇淋 因为我刚才是开心果嘛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这种开心果的颗粒 这个不会很甜 然后有挺好的开心果的味儿 而且这个口感不厚重 吃起来的话很清新 然后就是我今天买的这个 哈根达斯的草莓味儿了 就是这个我听说过很好吃 但是我没吃过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吃草莓味儿的冰淇淋 有点粉丝鲜吃的意识 但是不多 这个的草莓味儿 比那个Bangery的草莓 生蛋糕的要奶味重一点 挺好吃的 里面还有挺大块的草莓颗粒 看到了吗 只有一整块草莓 它不是那种香精的草莓味儿 是挺好吃的草莓味儿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草莓 满足你对草莓 冰淇淋的一些幻想 它跟Bangery的区别就是 没有那么多可探索的东西 就是草莓 冰淇淋 有点草莓颗粒 我喜欢吃Bangery 主要因为它那一口里 你可能能吃到饼干 吃到蛋糕 吃到面团 你都有嚼劲的东西 会有很多惊喜 甜甜甜咸咸的 这个就 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也是好吃的冰淇淋了 以上就是我在美国 吃过的好吃的冰淇淋了 冰淇淋录得我很满意 很好的记录了我的冰淇淋们 所以为什么天天做运动 还没有变得特别瘦的原因 就在这儿 自己吃了这么多了 我再不录这个视频 我感觉我又会因为 要录这个视频的原因 一直一直的买 好了 那就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在三连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今天超市打折 所以就把刚刚上次 没吃到的两个口味 都买回来了 这是Netflix 就我最爱的口味 还有一个花生 小杯子的 我也没吃过 试试看 打开之后 这个是有点奶 奶白色的 这个是有点发 棕色的 就像它这个广告的图片一样 它是一个巧克力的 加西尔里面是花生酱 看到了吧 表现是这样的 药包特别浓 这是我最爱的Netflix 它里面有桃利 有单独的花生酱 还有那个 杰瑞 杰饼干 它布朗尼 你看这个布朗尼 这个就是 我觉得Ben Jerry 就是吃的时候 特别有那种 开盲盒的感觉 就每口都不一样 我找了一个架子 把我手机固定到这 这样我就可以 两只手机一块拍 这种甜咸有动机 喜欢吃花生酱的 肯定会像我一样 很喜欢吃这个 我之前没吃过 但我今天吃了 我发现好像这个是我的最爱 谁发明的那样 这个 冰淇淋就是花生口味的问题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那种巧克力 绝了 今天还不是很甜